意外 意外 真的這次是意外 我要換點而已 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今天 今天去哪裡 我是阿澤歡迎回到我頻道 我們今天 特地來到了這個高雄 因為我們凱凱呢 她在網路上發現了一間 非常非常非常 特別的釣澳場 你說這釣澳場長得怎麼樣 很像水溝 根本就是水溝吧 她那個你剛才 身無尺應該就可以跨到對面的 岸上了吧 我剛才這樣看了一下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高雄的 鳳山這邊的原層釣澳場 而且我們這邊好像看到 她好像是三間釣澳場都是同一個老闆 我們看一下感覺怎麼樣 那這邊其實高雄的釣澳場我真的很少釣 很少釣 基本上像大家有看過的影片 像最近一次就是去這個明星 那之前還有去這個 那個什麼 一個什麼洋的 新東洋 還有那個龍城 就是釣的釣澳場比較少 那我們今天就來 體驗一下這邊釣下來的感覺 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釣下來的新的 直接做掉畫面見 這個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這種蝦場 這個真的是用四尺竿就夠了耶 還好我的竿子都已經改好 三四五六七八了 我不知道我縣竹 求不可以用 釣阿波好還是釣長標好了 四尺線馬上準備 開湖 掉起來感覺 好奇妙 好奇妙好奇妙的感覺 不知道怎麼講 四尺竿 然後 四尺竿的線 我剛才發現用四尺竿有點太短 握放這個槍箱 用四尺竿比較剛好 因為他這邊 這個區塊那邊比較高一點 我剛才量水深 這邊是最高的 到前面應該是最深的 所以我是坐在一個 他們這次最淺的位置 我是我的正前方量貼地 所以這邊就是稍微拖一點 但是我覺得掉下去很像 有做到這個腳位 再加上他門口又在前面 這個位置應該會不錯 意外 真的這次是意外 我要換點而已 拉起來就有了 吃不動 我剛才丟那個 下來丟那個腳腳 大家不要誤會 剛才前面他分了兩次方 因為我們現在沒什麼單數 所以大家覺得他放銷比較少一點 但是正常他前面已經放一次了 你沒有拍到嗎 大概在前面那邊有先到一些 沒有吃啊 路過的 我把它打上來 我現在開五槍中四隻 今天命中力還不錯 我剛才就是在這裡打空槍的 我看一下他會不會動 我剛才就是在這裡打空槍的 我剛才崩比較久一點 這支我崩很久 因為我剛才前面一個空槍就在這裡打 這支比較快一點 他這個邊邊這邊真的是瞎蠻多的 雖然他這個位置是他這次最淺的地方 好啦我們時間到了 後面真的是 這邊沒什麼 打個三支 打兩個空槍 打個三支就沒了 但是後面他六點放下 比較不會癢 但是都會腫 比較不會癢 但是到剛才後面我掉的 後面兩支都是正吃 我算是今天來這邊 算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好吧 那我們待會兒來去吃個 高雄我最愛的丹丹漢堡 然後我們回飯店來講 OK 掰 OK 好啦我們現在回到飯店了 剛才稍微思考一下 這間算是 讓我還蠻驚艷的一間掉到場 就是主要是他的 十支的設計非常的特別 所以今天其實掉下來 我們掉了十四支 掉一支上一支的活動 我們總共掉了十四支 兩個小時 這樣已經那個大小 應該有的是快一斤 應該是有一斤 我們最後沒有撐 直接送隔壁的觀眾 對然後 我們來做個我個人自己的 一個小評分好了 就是從第一個開始講 他的交通的部分 他自己有一個停車上 大概可以停二十台車左右 我覺得是還不錯 那他交通的部分 這個地方我覺得一個 我覺得還不錯的地方 就是他在交流道附近 他地點在交流道附近 就是下交流道 基本上十分鐘內就可以到 所以這一點 這個是再加一點分數 交通部分我給四點五顆星 再來第二個 他的下量跟他的價錢 我覺得他放下的時候 第一次放的時候 其實我很明顯看 他是沒有放到一桿半斤 真的沒有一桿半斤 可能一桿大概 五兩六兩左右 很明顯沒有一桿半斤 因為那時候 第一次放下來的時候 我們有四桿 結果他 你說那時候他放在我們這邊 放幾隻 就是真的是不多 然後真的是 感覺就是沒有一桿半斤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跟他的價錢 也是有關係 畢竟一個小時兩百 第二個小時一百五 這個價錢是要放多少 基本上 你看我們這樣兩個小時三百五 我們在桃園新北這邊 母蝦兩個小時 絕對是沒辦法掉 那他下量跟價錢 我覺得是中規中矩 我就給個四顆星吧 再來第三點 他的環境跟他的工作 我覺得這真的是要快 我真的是不得不說 他們人員非常親切 所以從我們一進來 我們主要開始拍攝之前 就跟我們詢問一些相關的內容 要拍什麼 然後會不會跟他們 收取備用什麼 之類的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去到 沒有去過的雕套場 我們一律是 就是我們想去 所以基本上 不會有說什麼 要跟雕套場收備用這些 不會有這種問題 好不好 所以我們的終止 我會拍這個 開這個今天去哪裡這個系列 的主要的宗旨 就是要去 我沒有去過的雕套場 來推薦更多台灣各地的雕套場 來給線上的觀眾朋友們 這個分數我也是給4.5顆星 所以總和來講 這間雕套場 我就給4.5顆星吧 算是這個整體來講 會蠻中我的心的啦 我覺得釣起來感覺還不錯 雖然說 他的蝦量 我聽當地釣友是說 死好死壞 沒有一定 坐這個最前面的位置 可能會相對性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畢竟 他們最深的位置 那我其實我兩次放蝦看 他們倒在前面的那個位置 那個蝦都倒比較多 所以可能坐前面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坐他們門口 等那兩個角位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那再來 我們其實今天 我有遇到一個 遇到一個觀眾 也是我社團的朋友 他就到現場跟我們小聊一下 然後去推薦了我另外一間釣套場 但是 其實我高雄的釣套場 我釣沒有很多間 然後 他中間居然有講到一間 就是我之前去過的龍城釣套場 他沒有看過我去龍城的影片嗎 我想問一下 可能 大家沒有說到每一部影片都有看 但是 我今天去哪裡的影片 基本上標題就會打 是哪一間釣套場 希望大家如果有想要我去哪一間釣套場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這間釣套場有什麼特色 有哪裡比較特別的地方 或是哪裡 可能他特別好釣啊 可能是他餐廳好吃啊 他櫃台小姐很正啊 什麼之類都可以 好不好 我們都會來參考 有推薦的釣套場 來去做行程的安排 好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 嗨嗨 你沒有再一次 你沒有晃 我們再一次 我們 來 OK 嗨嗨 你要晃上去啦 嗨嗨 叫呼不可以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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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那床會動喔 喂 嗨